I have a wonderful electronic convention I want you to see It looks something like you I'll make a brand new start of it It old to me Hey大家我是企画 今天我跟小伙伴们一起学习的习惯 看了美国独立日烟花大会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美国观看烟花大会 这种类似活动的一些准备 以及手持拍摄烟花的一些个人感受 为什么说是手持拍摄呢 因为这种很多大型的活动 它是不允许你带双肩背包进去的 所以传统意义上的 用三脚架加快门线 然后再加慢速的快门 那种拍摄烟花的方式就并不能用了 不过幸亏很多现在新的相机都有防抖 所以其实还是没有那么的困难的 说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个小哥 一开始是拿着他的苹果电脑 来过来现场剪照片 感觉真的非常的专业 然后后来呢 他就用手机发到朋友圈 然后后来呢 他就用iPad Pro来进行剪他女儿的照片 真的是真的是一个好爸爸 好爸爸摄影师 其实最好看烟花的时候 自带一个折叠的小凳子过去 因为我们那时候不是在最大的换烟花的地点 人没有那么多 所以其实也还好 不过我们还是提前了很久 然后等了很久很久之后 然后终于烟花来了 其实拍摄烟花的话 并不能用很大很大的光圈 否则他中间的烟花就会过曝太白了 不过拍摄这种慢动作的话 相机还是蛮吃力的 所以我还是拍照片好 感觉美国的美式烟花特色 就是一顿操作 然后就没了 我差不多最喜欢的就是这张照片 经过略改修改之后 就很符合美国美剧里面 曼哈顿那种特色的场景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我在简介下面 我会把这次最主要用到的夜景预设 分享给大家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